歡迎回到即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如果大家有什麼股票問題的話 現在打電話來 204-666或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 at bschannel.com 接著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就是來自我們要財政券的事務總監 郭施哲先生 郭Sir 你好 和大家看看A股方面經已收穫 看看他的收市表現 見到上證指數現在在做2309點 跌1%都不夠 湖深300指數同樣都是這樣的情況 跌1點 做2,557點 而新鎮城指是9,812點 跌34點 同樣三大指數都是跌不夠1% 其實看回內地股市這幾個表現 都是升就升不到 跌又跌不穿 其實比較悶 是否因為市場等著 星期六來後又出CPI或PPI等數據 或者直接說 可能是等著阿爺放水 是不是阿爺 其實真的等著阿爺放水 因為來到現在 大家知道出口已經持續放滿 內地的消費市場亦相對比較疲弱 樓市當然不知 在調控之下 根本上暫時沒有太大的憧憬 剩下當然是基建相關的板塊 這個暫時來說是比較山晚 但嚴格來說大氣候還是未到 因為大市的氣氛暫時也不太配合 內地一直以來都是有個期待 就是中央會進一步下調銀行準備金 甚至乎是減息的 因為現在的通脹受控之餘 其實外圍的情況都是持續放慢的 你要真的振奮 或者要刺激消費 甚至要為經濟提振的話 那就真的要出些招數了 當然知道 有些是寬免的稅收 或者是其他相關的措施 其實都還是不直接的 最直接就是減息 減輕一些貸款的利息支出 以及進一步下調銀行準備金 即是銀彈政策 但是一日未推出之前 其實大家都有個等待的心態 但是始終也有個寄望 就是中央會出售 所以這一分鐘股市雖然比較低迷 但是老實說 看淡的也未必夠膽做淡 最多就是暫時不入市 當然一日未有太大的突破 看好的也未必會出手 形成A股責幅徘徊 直到現在這一刻 如果你看上證指數 其實真的處於代變之中 因為今年的低位是2132點 今年的高位是2478點 當然這條短期的上升軌 技術上來說 在這一兩天已經跌穿了 可能下一次這條上升軌 我就會取消了它 取而代之是甚麼 是這346點的中位數 2305點 即是說 A股一日 我說上證指數 仍然在2305點上 即是說它在上半個月反覆 當然說明反覆 你當然是沒那麼勇 但在上半個月 就不需要那麼擔心 反過來 如果正式跌穿2305點的話 情況就比較令人擔心 因為它是在下半個月反覆 在那一刻來說 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也順勢退守到2242點 這是3月29日的低位 暫時來說是等變 沒有太大的驚喜 當然之外圍的市況不明朗 加上投資氣氛暫時來說比較薄弱 我想這一分鐘 就算看好A股今年 第三、第四季表現的人士 暫時來說 都還會按摩不動 包括我本人在內 其實我也覺得 今年第三、四季的A股 應該慢慢走出困局 只不過暫時 歐債相關的問題 仍然都擺在那裡 也沒有任何方案 是說如何解決市場的憂慮 一天有個歐債問題在那裡 環球避險情緒始終持續偏高 你有問題的 錢自必然就靠邊站 直至到你的問題 有個方案出來 是可以釋除市場的憂慮 或者減輕市場的憂慮 簡單來說 錢才會慢慢慢慢 逐步回復出來 當然知道 股份其實第一個階段的下跌 可能真的受到外圍因素 或者一些歐債相關問題所影響 和基本因素是承不上太大關係 但是 當歐債的困險持續蔓延 一季、兩季、三季 對經濟一定有影響 最低限度 市場持續低迷的零售業就不好了 如果走得比較久 就會令到實際的經濟 都可能受到一個衝擊 希望在比較短的時期 歐盟或者歐洲央行 能夠有些具體的方案出來 和全世界說 現在歐債的問題 他們已經有一套特定的方法去對付 不過無論如何特定都好 始終不開印刷機 就甚麼問題都解決不了 至於A股來說 相對港股 相對美股來說 其實真的算是不錯 美股 由13339點回落 已經進入一個中期調整之中 港股不需要我多說 唯獨A股仍然在2305點到2478點 這173點的波幅之內 是走上走下等待變化 只不過市場的投資者 大部分都憧憬 人行也好中央也好 會逐步採取一些 比較正面些 或者一些具刺激性的政策出來 一大前提 你真的要補7.5%的經濟增長 在經濟周期暢旺的時間 你當然擔心經濟過熱 但面對外圍因素急急轉壞 而且環球的投資氣氛也轉差了 你要補7.5%的經濟增長 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最低限度 你怎樣令投資者 相信在政策主導之下 全年的經濟應該不會太差 甚至乎可以保持一個穩定 或者快速增長的勢頭 這就是關鍵了 對A股我自己個人 我不會看得太淡 不過技術上 暫時我們初步都要留意 2305點這個防守性 今天日中曾經見到2301點 不過是假跌穿 假跌穿就是假跌穿 但在2305水平 經常這樣磨來磨去 老老實實 等於踢足球 經常在龍門門口 在那裡猜球 始終有一球會猜串 所以九手我擔心一定會必實 希望能夠有些 快點的政策出來 做一個提振 謝謝郭老師對於A股方面 收市表現的意見 下一節回來 就會看看香港股市表現 現在還有半小時不夠 就會收市 跟大家跟進 現在升上244點 做是18503點 稍後回來繼續有郭老師 隨時打電話來 稍後見